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他预备怎么样来推动 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 但是呢主席为希望主席主持议事能够照程序进行 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竹条 如果在今天一开始开会的时候 有人提出这个程序问题 希望来这样报告 我觉得无可厚非 那我觉得因为虽然我们在神月 换了这个主委 让他先做一个说明 让我们本委员会能理解 因为这个法跟他自己的理念能不能合一 将来他的方向跟我们现在这样 他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还是他可以朝这样的方向 有没有要变动的地方 然后还是他继续只是 这个还会继续的去推动等等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是可以考虑的 是不是有必要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呢 我觉得程序已经进行到逐条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审议到第三十一条 突然停下来 重新来说明 那我觉得他可以就他 对于法 这个 整个修法的部分的时候 可以来做这个议题的请教 但是重新再来报告 我觉得整个调整程序 我觉得这样是否妥当 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这样 就突然那我们将要开会 随时只要有程序 随时再补充报告 随时干嘛 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就乱了 所以我想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先请议事主说明一下 很多 我来说明了 也不要议事主说明了 这是程序上的问题 我知道 先就程序上的问题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怎么弄呢 程序上的问题没有错 程序上的问题没有错 但是说真的 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说 赶快把这个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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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处理 那今天 其实讲一个 刚刚 你们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们做过通 说我们今天这个案 这两个 两个 两个案 要怎么样处理 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先协商 事实上 我们也做先协商 你不知道我们协商的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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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 所以 难免你 会感觉到说 好像 我中途会这样子 但事实上 这是我们 为了政党和谐 所以我们这样做法 我想我们今天的目标 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中央行政院主督法 跟这个总员法 能够让他 这个 走出我们的这个委员会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 那有关于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那当然是我们的责任 没有事实上告诉你 因为我刚刚在党团的时候 我也提到说 请我们党团 告诉我们说 他当时跟柯建民的协商 有关于这个 这个这个 中央行政院主督法的协商 到底怎么协商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我早上在那个地方开会 也没有告诉我们 是我自己去找 柯建民委员说 到底你们当时协商是怎么样 让我知道 我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才能够主持 才能够按照进度去处理 他柯建民委员 他事前有告诉我说 那这样子好了 他来的时候 他用程序问题 他要请朱 朱主委来做说明 小胡说 那这没问题 这是我答应的 他只是要求这样子而已 对于今天的这个案里边 其实他们有 他也让我们能够 很顺利让他出委员会 所以大家都 说不要去指责谁 好不好 把我拜托 主席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基本上 但是我们尊重协商 但是我希望协商 不要超越委员会 全责之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将来这个意思 不要开会了 全部协商就好了嘛 那开什么会呢 而且你也不尊重本委员会啊 而且你也不尊重本委员会啊 我知道 早上在开会的时候 每一个成员都很重要啊 我们的执行长 我有问他说你们协商怎么样 他也没有告诉我 对 没有啊 这对我们 我们心里发来的 中间是很重要的 这技术性很重要的 没关系 我们现在 我像这样啦 因为说真的 朱主委他也 也没有他 从就任到现在 也没有说 上台来就于他就任以后的这个 他的这个施政的这个方向 主席先休息十分钟啊 没关系 我先说完 没有上台来向我们做一个 来说这个方向的报告 没关系啦 这是刑事上嘛 刑事上总是让他 我们为了让案 公企业拍照 为了这一本 让他顺利通过啦 为了让他顺利通过啦 虽然你会感觉到 是不是在 程序里面有一点 瑕疵 但事实上也不是说什么 这个瑕疵的 只要是符合这个 这个程序就好了啦 哦 啊 我们现在休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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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